理想19岁南山东人本科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大二学生 计算机专业 老师们好 同学老师好 我叫理想来自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一名在校学生 今年19岁 我的偶像是爱因斯坦 从小就喜欢天马行空 包括到现在 然后高中创业过 也喜欢类似于从商互联网之类的 所以我今天来是想求职一份 关于互联网的工作 谢谢 这孩子好像刚刚从图里面爬出来 就是他穿的衣服和他的肤色 就是感觉满面灰尘一样 对 但其实长得挺帅的 而且还是宁宁后 你怎么了 你遭受什么打击了 没有 程序员嘛 程序员 是程序员吗 他才19岁 对 大二就急着出来找工作 也没有算实习吧 看你这个满脸不太乐意的样子 怎么会积极地来到这找工作呢 锻炼自己 锻炼自己 对 那个想找什么工作 互联网的工作 就是类似于助理之类的 可以底层做起 但说话能有点精气事吗 能 说说你的家庭呗 我有我爸爸妈妈还有我一个哥哥 就没了 就没了 不是 爸爸妈妈平时在生活当中 跟你一样是这种性格 还是说蹦蹦跳跳的那种 不是 我和我们家人性格都不太一样 怎么你的性格就如此沉闷呢 因为 感觉别人不理解吧 就是一些思想之类的 比如说 我初中的时候 当时我看那个相对论嘛 就是每天老喜欢想一些 就是宇宙之类的那些事情 包括就是这些 所以说就感觉有的时候 沟通不过来吧 就跟你不在一个频道 对 没法聊 对 那你的意思是说 从小到大 你跟你父母 也没有非常积极地交流过 交流过 交流过 大了之后就交流过了 有大的矛盾吗 也有 比如说考学的事情 我之后一直想从商榜 我爸比较想让我从政 好像这两个对于你来说 都不太靠谱 我觉得你编代码挺好的 他应该先从军 你爸要你从政是干什么 要你光宗要组 对 也是当兵 你想从商 因为我想赚钱发明东西 想赚钱发明东西 你想作为一个发明类的商人 对 爱迪生一样的 那你做过一些什么 我高中创业过 做微商 那是何东东的菜吧 高中创业做微商做得怎么样 半个月 营销额一万多吧 卖啥 什么都卖 什么都卖是大概卖啥 卖过化妆品吧 化妆品卖过 香奈尔迪奥那些 假的 大牌 不是假的 不是假的 你半个月才卖一万 对 我 我只是很少卖这个 就是卖的多一点 基本都是其他衣服鞋子之类的 那你怎么卖 你这个微商怎么卖 我做上线 然后找下线 然后给他们供货吧 你到哪找到的货源呢 在网上呀 你什么时候开始有这样的想法的呢 高一的时候 当时我正好一个朋友来找我 说了一下这件事 然后我就开始了 还做过什么商业行为吗 打过工没有 也打过 打过工 打过什么工 是在我爸的公司 当我宝儿 你爸干什么公司的 我爸投资过几个公司 现在做那个乌业管理 我怎么感觉 他是个走丢的孩子 他走丢了 他走不到回家的方向 他的那个思维上 为什么我说从军 你现在那个意愿 包括你自己的性格和方式 好像是软骨病一样 对 对吧 你看 你想不想今天拿到工作 想不想 想 如果零到十是有多想 七八 对吧 有强烈的意愿嘛 是吧 我是希望你能今天 把那个状态混发起来 真的很想 我觉得你年轻就是财富 但是你没有激情 我当年第一份工作的时候 别人面试完了 根本没叫我的名字 老板说那个是谁啊 我说我是连聘的 老板就很不耐烦 就问我说 你有什么能力让我拼用你 我就把我想象的电话销售 讲给他听 讲得特别的有激情 老板就起来了说 你比我当年 我感觉有激情 我愿意给你这个机会 那个老板就是王上风 小伙子你很有逻辑 所以你看 小伙子啊 你现在讲上来 就是我感觉快昏昏欲睡了 当你要决定 去到企业里面上班的时候 他们不会把你当孩子看 对吧 你自己的心里面 还觉得我才十九岁 其实这是不对位的 你只要去到企业里面 你就得拿你的能力 去换你的收入 你找什么工作啊 孩子啊 互联网助理 有一种工作叫互联网助理吗 不是 没有 什么助理 就是 是产品经理的助理 产品经理 还是销售经理的助理 产品经理 那你为什么不说清楚呢 因为我 为什么想做产品经理的助理 因为我想学习 学啥 就是学关于这方面的东西 你要求薪资多少 四千 四千 你说你想做产品经理的助理 那你肯定是对产品经理 了解一点的 如果你完全不了解 你也没办法做助理 你了解吗 不了解 好 那你不了解 你只是抱着一个学习的心态 又在实习期 又要四千到五千块钱 这个合理吗 不合理 那你知道实习生的工资大概是多少吗 有了解吗 三千四千 你爸不是投资了那么多公司 你去吧 你公司实习吧 不去 为什么不去 那样我没有意思 孩子 这样应聘下去是不行的 明白 我终于知道你爸 为什么自己公司不让你去 董老师 其实我觉得他也没有那么差的 他不差 没有说他差 就是没精神知道 对对对 但是我想说一点 我觉得其实 就刚刚他说他爸爸有那么多公司 他都不愿意去爸爸的公司实习 要自己出来闯一闯 勇敢来这舞台上 就要给他点赞 你我想问一下 你平时是你现在这个样子吗 你跟朋友相处 或者跟你同类人相处 又不是 不是 一定不是 大家知道他不可能是这样子的 他还喜欢那个极限运动 你看 他不管他平时是什么样的 反正他今天现在是这样 这样对自己是不利的 珍惜每一个展现自己的舞台 你想其实南航是挺好的学校 对吧 你的专业也很好 学的还是计算机应用无人机方向 这跟你学Elon Musk 那个对吧 人生大目标特别匹配啊 为啥不好学呢 我没有不好学 那你现在出来实习干嘛 大一出来实习 除非是你后面就不想学了 对啊 而且你们家也不缺钱 我感觉在家 别在家 就是为什么不在学校 现在没有开学啊 那你开学了就回去了是吗 对 不实习了 对啊 所以你是来实习一个月的时候 好可爱 这样这样 你啊 你如果你在这个舞台上想展现什么 我觉得阿姨们也都挺喜欢你的 你就充分展现 对一个初中就研究相对论的人 我就很好奇 然后他是33届全国少年科技创新三等奖 山东省一等奖 17届少年机器人竞赛三等奖 这个是不容易的 是不容易 19岁的孩子 我们都说他聪明 对 我想让他讲讲 就是你的相对论的理解 一等于MC的平方是什么样的 你讲讲那个机器人 为什么获得三等奖 就是我对于这部书的理解 就是 我觉得我们没有明白自己在哪里 也没有明白自己要做什么 就是这一生 那不是薛定额的这个 是吧 薛博士 薛定额的什么 不可测量的这个事情吗 1等M3的平方 1是什么 1是 想清楚了 想清楚了 M是什么 M是质量 1是什么 1是能量 C是什么 C是光速 光速等于多少 219979万2458米每秒 在真空中的速度 确实 他回答更精准 29点几 是啊 他不傻 他是很聪明 他就漫不经心嘛 你那个获得17届青少年机器人竞赛三分奖 你能描述一下这个机器人是什么样的吗 乐高机器人 做了什么工作 有些什么创新 是乐高机器人 是乐高机器人 就是他给的是一个布局就是完成任务 然后自己组装 然后自己编程 是这样的 然后就是每一个相当于一个布局图 然后完成里面的那些任务 然后又会相应的得分 编程用什么软件呢 用Python还是用什么的 不 它是乐高自带的那个软件 就是当时是高一的时候 其实他在说起自己喜欢的事情的时候 虽然依然没有效益 但是他说的还是挺专注的 但是职场里面的这些事情 你好像依然感觉不是特别敏感 你真想找工作啊 你找工作是为了什么 他笑起来特别可爱 你找工作是为了什么 反正你爸也能挣钱 为了锻炼自己 你在你爸公司锻炼呗 不是 你别来锻炼我们 你去锻炼你爸呗 其实我们都 我觉得他不去他爸那儿 这点我挺支持的 他去他爸那儿 肯定会被各种特别关注 这不合适 来 还有两分钟你想做点什么 第一轮就要选 我有我自己的想法 而且我来到这个舞台 就是想接受来接受批评的 不管结局怎么样 至少我能从中获得点什么 这就是 可以了 挺虔诚的 但是也无话可说 第一轮选择去货略 好 好好把书读好了 好的 其实刚才说到这个相对论啊 乐高啊 他喜欢的东西都 他眼神当中是有光的 他是有光的 他一定是个聪明的孩子 好不好 好 再见